我是谷阿末 今天要说一个笨蛋玩股票的故事 这天号称是股票大师的男主角 正在直播节目上帮观众分析哪只股票值得买 哦你要是不知道股票是什么的话 就先当做他是一个能买卖赚差价的商品吧 反正一堆也不懂股票原理的人 都是这样把股票当商品乱买乱卖的 此时忽然一个脑残男 神乎奇迹的冲进电视台 毕竟一般电视台都是谁想进就进的 他拿着枪指着男主角的头 逼他穿上水手服 哦不是是穿上防弹衣也不是是穿上炸弹衣 然后威胁男主角跟全部的观众道歉 不然他就要引爆炸弹跟大家同归于尽 因为上周男主角推荐大家买一个 他分析出来应该是稳赚不赔 名为建货公司的股票 结果没想到建货公司的股票价格 昨天一戏暴跌而能力不强 赚钱都快养不活自己的脑残男 拿着他妈给他的遗产 上周买了大量建货公司的股票 幻想自己能赚大钱 结果现在当然是赔得很惨 我知道你听不太懂了 你就当做是脑残男花10元买了建货公司股票 他以为股价会涨到100元 这样他卖掉就能爽赚90元 结果没想到股价现在反而跌到剩下一元 等于他赔了9元 本来就很穷 但还是人类的他现在真的变成蛋了 穷光蛋啊 于是脑残男才气的跑来要男主角给个说法 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骗观众买这个赔钱的股票 是不是跟建货公司有串通好搞什么阴谋 才害我赔钱的 吼吼失败者的思维真恐怖 反正都是别人的错 那男主角听了很无奈 他只是股票分析师 依他的分析建货公司是很稳定成长的公司 股票价格应该是不可能这样暴跌的啊 但这就只是分析 分析是用来给你参考的 不是叫你跟着做的 难道我说死很好吃可以严授 你就真的会去吃吗 你一定不会吃嘛 因为你有自己的判断嘛 所以买股票也是啊 不要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啊 自己也要有点判断啊 既然自己有判断 那你买股票却赔钱了 关我屁事啊 这是你的决策造成的 你要自己承担责任啊 别像个废物推卸责任嘛 而且我要是真的能百分之百 保证买哪个股票可以稳赚不赔 我早就发财了 我还需要在这当小丑 教你们分析股票局势吗 但脑残男才不听这些解释 他就是要男主角跟他下跪道歉 然后解释为什么这个说好 稳赚不赔的股票竟然会忽然大赔 听到这边你明白了吧 笨蛋真的好可怕 你好难跟他沟通 他们听不懂问题的核心在哪啊 男主角怎么会知道原因嘛 他要是知道的话 当初就不会推荐大家买这只股票了啊 所以他只好先安慰脑残男 说愿意私人补偿他的财务损失 可是脑残男不接受 因为刚说了 他是脑残嘛 而且他来这边 就只是要逼男主角 在直播节目中 给大家个说法而已 不要只是几句分析失败 就想带过话题 反正你赶快给老子一个赔钱 真正的原因哦 不然就炸烂你小菊花 至于你说一个人 带着枪跟炸弹来 就是为了要逼另一个人道歉 然后自己未来肯定要在牢里度过 这样到底值不值得就见仁见智了 我是觉得蛮脑残的就是了 好总之最后男主角 为了自己的生命着想 加上他也想知道 建货公司为什么股票价格会大跌 于是他就跟脑残男协商 说我们一起去找建货公司的老板 建货男当面问他 为什么你们公司股价 会忽然不合理的暴跌 于是两人就开始上路 而他们移动时 除了大量警察包围脑残男 跟着一起移动 然后怕炸弹爆炸 所以完全无法解决这场闹剧之外 也有一堆智障渔民 觉得这件事很有趣 跟着围观 想看事情会有什么发展 完全不在意 男主角身上绑了一堆炸弹 你要相信啊 大部分的人类真的都是很蠢的 你先有了这个认知 很多人类的行为 你就都会看懂了 很快男主角就来到 他让人打听得知的建货男所在地 并刚好拦住身为大老板 却都不代表 现在正想逃跑的建货男 而跟来的脑残男 也拿着枪逼建货男 穿上水手服炸弹衣 然后要他解释 建货公司的股票大跌的原因 那建货男在男主角提出的 质问跟脑残男的 子弹和炸弹的压力下 当然就紧张的承认了 他是用一些手法 来让建货公司的股票价格下跌的 做法就是建货公司 有一个营业项目 是经营挖矿事业 然后建货男 偷偷安排挖矿事业的负责人 带人演一场罢工 那由于很多有钱的投资机构 当初看好建货公司的前景 投资了不少钱 来买建货公司的股票 但他们知道罢工这件事后 就认为建货公司内部管理 应该是有问题的 未来赔钱率是很高的 会赔钱的公司 就代表他的股价 未来会越来越不值钱 所以趁现在还比较有价值 时要赶快卖掉 于是大量投资机构 将他们手上 大量的建货公司股票 都拿出来卖掉 结果导致股票交易市场中 忽然出现一大堆 建货公司的股票等人来买 造成了供过于求的状况 那卖方为了能顺利卖掉 就会降价 吸引人优先来买 所以股票价格 当然就会越来越低 其他普通的投资人 看股票价格越来越低 也都怕自己会赔钱 所以也都紧张的 赶快跟着卖 所有人都在卖建货公司的股票 股价当然就会一戏暴跌 这一段你要是听不懂的话 你就当做建货男 用了很健的手法 让原本值钱的东西 变不值钱 这样解读就行了 至于建货男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他要把股价弄低 然后再低价买进 然后再把股价炒高 然后再高价卖出 然后再把股价弄低 然后再低价买进 就这样一直从步骤 赚差价爽赚啊 那对大型投资机构来说 他们情报来的比较快 通常都是最早卖掉 可能会赔钱的股票的 所以一般不会受到损失 惨的都是资讯落后的 普通百姓投资人 尤其越笨的 发现资讯的越慢 等他们发现股票有问题时 通常都已经赔很多钱了 阿建货男讲完这些话 并跟脑残男道歉 承认自己不该这样做之后 脑残男就满足的 以警察射杀他致敬了 因为他是脑残嘛 哦不是 他是觉得自己搞这么大的风波 只是想让全世界的人 正是这个普通百姓玩股票 总是容易被财团玩弄的问题 那现在目的达成了 最简单的收藏方法就是自杀 然后故事就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 你应该明白 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诉你说 大部分的人就是脑残男的缩影啊 根本搞不懂股票在干嘛嘛 人家随便骗你 你就随便买 你还真以为股票就是用来买地卖高的啊 我该一辈子赔死你啊 醒醒吧 你根本不是在用股票投资理财 你只是想投机取巧 幻想靠买卖股票赚差价来忽然变不好 你最后只会是别人的赚钱工具而已啊 可可